我們看到五位 經過八百風災的年輕人 說要來出國 要去八千塊 這個學主要就是要去八千塊 有六千塊公圖的玉珠峰 這位年輕人 願望就這樣 可以來學到人生各座的體驗 大聲替自己加油 他的來自莫拉克風災災區 那馬上跟六位的青少年 二人要出發到中國潛海 條件被票關六千一百七十八公圖的玉珠峰 每個人都很有關心 甚至有人先打算要下尾書 方法有一個萬一 我就抱持著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對啊 因為事事都難預料 就像地震跟風災 誰都無法預料會造成那麼大的傷害 雖然是很困難 這段平均只有十六歲的青少年 甚至沒有想過要放棄 他用過半個的時間 他在家庭訓練體驗和耐烈 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校試驗 隔山 隔温和隔山座的環境 到達那個高度 他沒有發生過高山症 不代表他下一次不會有 那青少年的耗發率又是比較高的 在高原反映 所以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做好 我們的高度適應 這段十五天的電風路程 他要對西連 格爾木 走到西大圈 落外公殿 要去北這麼高的玉珠峰 各位爸爸皇宅庫的青少年 要用行動 走出 逛逛 向自己行動條件 記者綜合報道 我發現耀朗 我發現耀朗 而且耀朗 我们下期再见